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小夕 所谓大江东去浪涛进,千古风流人物 我们一起看历史事件,机人物故事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被迫退位 在清朝统治结束后,918事变之后 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 甚至上朝的时候,想说什么话都要经过关东军的审查 这样让溥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日本战败后,溥仪三次退位 他非常害怕自己会当上汉奸 就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 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 在辅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在劳动改造期间,周总理曾经专门见溥仪 问他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溥仪说自己想当一名医生 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并且也知道不少的医学常识 不过周总理还是委婉地拒绝他 后来,溥仪说他想当一名解说 故宫博物馆很多宝贝都是自己的 讲解也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周总理想了一想 溥仪的身份实在太特殊 所以这两个要求都被周总理拒绝了 后来,周总理再三考虑 将溥仪安排到北京植物园 那里人少也不会引起很多争议 不过溥仪还是接受了 后来,溥仪又参加了清朝历史相关的研究工作 并调到了文史资料委员会 1967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因肾癌在北京逝世 享年61岁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知道哪些西文趣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